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又是有机小食DIY 今天会教大家做这个有机的蘑菇芝士煎蛋 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材料 有有机的蘑菇粒 有机的鸡蛋 火腿粒 小量油油 粟米粒 还有芝士 首先我们把牛油煮 然后我们下蘑菇 把它炒一炒 然后我们下少少调味料 把它和蘑菇一起炒 然后加入我们的火腿粒 和粟米 和粟米 把它炒一炒 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蛋浆 然后加入我们的蛋浆 然后加入我们的芝士碎 然后加入我们的芝士碎 我们的芝士碎蛋已经完成了 有机的蘑菇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氨基酸可以帮助降低蛋固醇 下一次有机小食DIY 会教大家做这个有机香蕉金上汁 记得收看 中文字幕 我们下一次 我们这次